这段时间 第八十集团军委合成旅正在科尔浸草原助训 侦察兵全封武装 进行爬泥潭 推越野车 步枪射击等课募训练 侦察兵就是部队的眼睛 如果我们查不到 渗透不了 部队就要蒙着眼睛去打仗 损失不可估量 对于我们来讲 越是敌人意想不到的恶劣环境 越便于实施隐蔽企图展开行动 也越是我们狠抓训练的重点 侦察营营长李清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 作为陆军11名英模代表之一 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 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深切体会传递给全英官兵 使官兵进一步增强对中国共产党认识 对人民军队听党指挥的认识 要带领全英官兵在强军征程上拼搏奋斗 在苦恋打赢本领中锻造听党指挥的接班人 能打胜仗的战斗队 作风优良的子弟兵 在学讲话中坚定对党的忠诚信仰 在伟大建党精神激励下提升战斗力 这个旅的红六连是由方志敏 肃裕等老于备革命家 创建和领导的红军部队 铁心向党敢打应拼是连队的传统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红军传人更要忠诚坚定 苦练精兵 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把学习亲衣重要讲话精神融入日常训练 官兵练兵备战的尽头更足了 紧抓听党指挥不放松 紧抓备战打仗不放松 紧抓作风建设不放松 大力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 全方位锻造精兵尽旅 第78集团军谋攻划旅 正在进行实战背景下的专业比武考核 规定时间内 工兵班侦查 单气艇抢救伤员 松排报作业等科目连贯实施 经过激烈角逐 以党员骨干为主体的爆破连 在一次蝉联工兵基础专业第一名 共产党员不仅是一种称号 更是神圣的责任 关键时刻 危机关头 我们都要永当先锋 赶打投阵 带领官兵断到打赢本领 助训场上 党旗高高飘扬 赶打必胜的信念 融入了官兵血脉 也激励着他们在训练中 不断锤炼能打仗 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作为新一代官兵 听党话 跟党走 不能光停留在口头上 而是要落实在强军为业当中 就是要在伟大建党精神积累下 敢于牺牲 善于斗争 逢山开道 遇水驾桥 勇于战胜 一切风险挑战 在学讲话中感悟初心 在战位少尉上践行使命 从渤海之滨到北江边关 从茫茫草原到大漠戈壁 官兵将学习讲话的课堂 设在戒杯旁 国门前 少尉里 巡逻路线上 绵长的边海防线 成了官兵传承光荣传统 正当新时代边防军人的大课堂 首将有责 首将负责 首将尽责的豪情壮志 转化为了保家卫国的实际行动